中央设计者旅行会台北28日电,庆付案延烧,海军今天准备没收庆付一部分还款保证金,最快12月启动解约程序,若解约,后续有其他船厂承接,重新招标与撤案等三项选择。 不过海军官员表示目前没有定案,连带银行团原定今天讨论是否展延信付应提具给国防部的预付款保证,但在易银台银昨天表态不展延后,工股航库高层表示已没有开会必要,银行团确定不展延,海军今天准备没收庆付的预付款还款保证金期2亿元。 12月8日前信付若无法补足这个数字,军方就启动解约程序,如果解约,各界关心未来列雷件案要怎么走,国防部日前提给立法院的报告中提出其他船厂承接,重新招标与撤案等三项选择。 海军司令部计划处处长陈道新少将今天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若走向解约,后续有几个方案,海军会做完整可行性评估,审慎考量,全盘思考,目前没有定案。 陈道新说,目前这十几点,海军着重在没收还款保证金,还有可能解约的状况,后续的调解或诉讼策略。 海军现在不便说明媒体询问,如果解约后,国外厂商的输出许可有办法移转到其他厂商吗? 陈道新说,不管是路马或是RM,输出许可都是针对庆赋公司,一旦解约都要重新办理,媒体追问,由于本案的装备,输出许可都是针对庆赋核发,这次半途毁约,未来如果重新建案,再度申请出口,会不会因为这次的经验而增加难度? 陈道新说,这部分当然也讨论过,不过相信国防厂商都会尽力争取输出许可106万1128。